我们这一堂我们进入叫神命定之路 弟兄说让我们来讲讲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 那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 因为我们是夫妻做见证 我们就在这个打开家的这一面 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 那么在这一面呢我们主要是还是学了 跟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在学习 那我们也是发现越是打开家呀 很多供应对我们成全很多很多 那我们就简单的有一点的就是 讲到一开始我们就得救了一个学生 得救了一个学生我们很喜乐 不久之后呢他这个感情出了问题 跟女友分手了 我们就觉得坏了这个麻烦了 刚刚得救啊遇到这样的事 那是不是要就回不来了 所以说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好像在家里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啊 那怎么怎么怎么做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路啊 也不知道该怎么往前 那姊妹有句话就提醒我 她说你让他来我们家里住住吧 哎我说这还真的不错耶 我就邀请他 邀请他来我家住住 那我们在住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一同祷告 一同诚心 一同读主的话 住了几天之后呢 他就打开了 他说我前面睡不着觉啊 吃不下饭 好像我现在就打开了 然后打开了之后 他说我真的 我就选择了一个新的爱人了 我就爱上神了 我就重新这个路重新开始了 这个整个的方向也就定准了 然后一段过程之后呢 他父母又要来了 这都是我面临的事啊 他父母来了 爸爸是一个教授 妈妈也是在这个 各种的这个职场里面 那么老爷老爷都是教授 我在家庭里面呢 他们都不让我信住 哎呀他也是上下跳动啊 这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父母来了 这是不让他信住怎么办 好好一个弟兄 愿意住弟兄家 愿意接受成全 这条路好像又碰到一东西了 那我们又又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我说我前面有姊妹这个给我的帮助 我就知道了 我说是邀请他们来我家住吧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但我们第一步先邀请他们来我们家住吧 对 那姥姥那个妈妈 这这样就是来我们家住 来我们家住呢 那他很忙 他因为读博士 他也没有时间陪这个家人 那我就那段时间呢 我就陪着他们 哎呀去各个景点旅行啊 去哪里玩啊 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我那就是他们住了两天之后呢 他们也很喜乐 而后来爸爸也来了 爸爸也就这样住 住了之后呢 也参加我们一些这个小孩聚会 那这样子呢 他们他们 哎就是这群人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 这新竹好像也不是我们定义的那个感觉 那他爸爸最后走的时候跟跟儿子说 时间很短 他就跟他儿子说说哎呀你除了学习之外 你就跟他们在一起吧 感谢叔 所以我我大概就简短这样子 有姊妹 开家对我们来说从来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 是因为生在我们这样一个丰富的主会服的大家庭里面 见到了很多特别好的见证 在得救一开始的时候 每次听到前面年长的弟兄姊妹分享 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开家怎么绝对 然后姊妹们怎么奉献就觉得 呃这是一条呃不得不不是不得不走 就是说必须要走就根本不用思考我要不要走这件事情 嗯比如说李克星弟兄当时我刚呢就第一次去赛加东西训练的时候 呃中半时间过去听就邀请李克星弟兄和姊妹给我们分享他们年轻的时候的见证 怎么怎么开家怎么带孩子孩子不管是在睡觉在干什么到聚会时间马上走都对我们特别好的帮助 嗯嗯但是真正是自己要开家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因为我的一开始的工作是要出差的 我是做internet公司的internet consultant就是全好多要还要出国甚至一个月至少有两周到三周的时间在外面 周五晚上我才能回来周一早我就要走那弟兄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开家如果还呃还要陪学生各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是非常非常的overloaded 然后呢我心里就是大概在一年多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心里过不去工作也稳定了嘛 嗯就觉得哎呀跟主说主啊有一天的祷告就是说主啊弟兄这一份弟兄已经摆上了 嗯我呢我也要我这一份嗯不好意思 嗯然后那个这个祷告呢过了不长的时间就不出两周吧就有一天就看着HR搬着一堆的folder进来了通知我们开会 就是嗯我们部门全球发生了重组美国这个部门呢就全都裁掉只剩下两个人还要搬家嗯然后我就给弟兄打电话我说这个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弟兄说那个嗯弟兄祷告他说我祷告了没有问题啊我 嗯弟兄们都说我们要过帐篷的生活主代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然后我心里也很平安我说那好那我就既然公司给这个半年时间在公司内部找嘛那我就开始找 嗯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什么执扰一点执扰都没有就很平静 嗯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嗯就相同一个大办公室的隔壁的部门的一个领导来找我说那个我这有一个open position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嗯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你因为我们曾经打过交道嗯我一换以前我是不会考虑的因为出差这个事情我喜欢到处跑然后又能吃好吃的然后又能给CEO CFO指点一下你们哪错了 嗯但是呢到现在呢就就我心里明白就就就突然明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这个职位是既不需要出差就百分之百不需要出差啊就天天就是打个电话就可以可以做事情就做很多paperwork的东西啊 嗯换以前我是绝对不感兴趣的嗯现在呢就觉得啊这个主一定是主听了祷告然后主预备的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就要了解到这个位这个职位其实早就放出来了但是因为H2呢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呢H2它隔了一段时间它把它从网上撤下来了所以一直就没有人交那个regume 然后那个部门经理然后那个部门经理就急了然后去发现去找才发现说根本没有在网上然后就为了我又又又线按着我这个我的那个salary band还有还有这个experience就线又po到的po到网上这样一个走一下流程就是所以我很快的就既不用搬家所有东西都没有变然后多了很多的时间真是感谢赞美主我当时就觉得主预备的 我嗯一周有两天可以在家我随时听听弟兄的呼召弟兄说今天下午要几点回家然后我就我就周五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嗯然后那个还还特别好的是七月份整个一个月全都空出来我办公室同事都可以休假既可以参加下去训练又可以到这儿来训练嗯所以所以就是嗯就是 嗯主听主主特别爱我们家然后给我给这样的预备嗯这样就有了很多的那个时间嗯可以充分的开家然后充分的和弟兄姊妹们调在一起嗯这样呢嗯我们也是真的是很受成全不仅是接待东南区特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家是完全打开的随时 嗯还有嗯南来北网的因为那也是个城市嘛嗯弟兄姊妹都可以来甚至是弟兄姊妹接下来的福音朋友都可以来我们家嗯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接纳的嗯我我最觉得受蒙福就是受成全的就是当接待年长的前面非常有经验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取经而学习的机会嗯就哪怕我就觉得我们主会复理特别 丰富的就是嗯有一代一代的传承嗯嗯他们以前走过的路年轻的时候怎么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他们身上有厚厚的高油涂抹哪怕我们就占到一点点我就觉得都是受益匪浅的啊所以也是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月月雷弟兄和那个月师母他们呃去年去年冬天到我们那边过一下去夏洛特参加那个嗯特会的时候 嗯我们就抓住这个时间就就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嗯尤其是有一天早饭吃完之后他们就提出来说我们送我们去做灰狗bus我们要去纳什维我看以前在巴黎时候带的一个小羊啊我们就特别受感动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们要去做bus他给我们添麻烦我说那我们陪你们去我就先请了假就开车嗯陪他们上去这一路上的 嗯就听他们嗯给我们这个嗯分享他们自己的怎么去带新人怎么去陪小羊尤其怎么陪姊妹们他们后来住姊妹之家嘛然后到了这个姊妹家里边呢他现在是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还非常非常的小他们的照会生活他就了解他们的情形嗯听他们诉苦然后嗯给他们嗯安慰 然后用各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呃提点他们说你们也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会尽快啊然后就是你你真的是看到了一幅图画就是在圣经里讲到的这样就是耶稣怎么怎么用他的柔系的基督的心肠怎么样的去嗯抚慰抚慰小羊然后嗯百般的希望他们能够还回到照会生活里继续挑望他们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严存身教的过程你就会看到你带小羊你你不要说说我以前对你付出那么多你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你怎么会这样就是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既包容然后又带着无限的爱嗯我相信这对弟兄姊妹们他们他们等孩子大一点他们一定会尽很大的功用嗯 太过程了 radioactive, paradox了 warming 感谢主我是凌晨期夺姐妹那我想先呃分享一下得救呃到今天在主恢复中的经历 我想我們會在這裡 實在不但是神創世之前的簡選 而且一定是神為著祂一個非常特別的目的 祂特別的旨意 讓我們成為一個團體的器皿 我是生長在台灣 那我從小求學的過程 幾乎都是在天主教學校和基督教學校長大 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 我們人有靈 神是靈 我們可以在靈裡享受神 一直到我在1991年8月15日 我第一次參加在我們中間的小牌聚會 有一個姊妹她告訴我說 我們基督徒每一天都可以經歷裡面一個日出 是藉著呼求主名 導讀主話 那我回到家以後 就是8月16日 我就自己想來嘗試看看 我就把小牌用的經節單拿來 自己一個人坐在客廳呼求主名 導讀主話 我遇見主了 我好喜樂 所以我們第二次參加小牌的時候 就是8月22日 我和林弟兄就一起受禁了 所以我們的得救就是從畫 從靈 還有從弟兄姊妹背後的禱告 我們得救了 那在林弟兄得救的時候 他有個問題提出來 那有一位弟兄就說 你就在你所擔心的事情上 你去經歷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想實在做見證 這28年來 我幾乎就是一直在享受 化 靈 禱告 和又真又活的神 剛開始受禁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意象 可是呢 弟兄姊妹對我們有很多人性的顧喜 和神性的慰養 譬如邀約我們每天成心 然後每天一篇生命讀經 一年新舊約讀經一遍 然後一天三次 一次十五分鐘的禱告 還有每個主日都要伸延 那雖然感覺有這麼豐富的這個 也是供應 那就覺得慢慢的 很規律的吃 我們就打下了一些根基 加上弟兄姊妹就開始邀約我們 到各地去參加特會和訓練 包括海內外 那這樣子的 經過一些年日 這些的成全就像這個像軌道 就是說有紮實的 天天的追求 也有特會訓練 讓我們好像在一個軌道上能夠平衡的往前 也像飛機有兩個翅膀一樣 就讓我們開始漸漸的 能夠認識到主恢復的意象 認識到什麼是神的經倫 那我得救以後陸續又生了兩個小孩 所以我們家總共有三個小孩 那我們並沒有長輩陪我們住 所以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被保守 就是因為我們有屬靈的同伴 我們有上面的年長的師母 常常牧羊我 然後有跟我們同年齡的同伴 還有借著我們傳福音帶得救的新人 我們學習到他們家去家聚會 然後把他們帶到小排來 主日鼓勵他們生嚴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神命定的路 就發現這是一條非常科學的路 是可以讓人成為長存的果子 那雖然好像我們在付出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越付出 我們就越蒙保守 在基督的身體裡 並且我們向著身體很單純 身體有什麼樣的行動 我們就是簡單的阿們 那真的是單純就蒙福 而且我們向著身體很敞開 譬如我有時候有些過不了的關 我會向著服侍我的師母 甚至是哭訴 傾訴等等的 那就是藉著這樣子的供應呢 讓我們很自然的就學習在身體裡進功用 那我剛開始也不知道 服侍是這麼蒙福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得救大概兩年左右 服侍我們的家都突然間搬走了 那我們是鄉鎮的小教會 所以服侍的擔子就落在林弟兄身上 那時候我們才得救大概兩年 30歲出頭而已 那小孩子又小又容易生病 我記得有一天孩子生病 然後林弟兄去侍奉交通很晚 那我就心裡很不高興 我就跑到侍奉交通那一家的門口 我很想敲門 可是還好神給我敬畏的心沒有敲門 可是我就很難過 哭著跑回家說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林弟兄要服侍 我就很難過 可是後來隨著得救年日 然後看到世界那麼黑暗 太多人婚姻那麼不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感謝主 還好是林弟兄服侍主 他越服侍主 就覺得他越滿了榮光 所以後來只要他有任何的服侍 我一定說阿曼你快去 家務室孩子我都趕快來照顧好 讓你沒有後顧之憂 所以感謝主 我們也把我們的小家庭 向著主的大家庭完全的敞開 那也隨著孩子的年日 譬如說兒童聚會 還有這個禱告聚會 小牌聚會 那在我們家 那孩子再大一點就有這個青少年的破比聚會 也在我們家就是分區聚會 還有社區的分區聚會 這樣子就容易全家侍奉 全家一起過照會生活 那而且我發現神的行動真的是很明顯 在我們個人身上 在團體的造會或者每一次訓練 我都覺得神一直在往前 那我就再回到我最開頭講的 化、靈、禱告和又真又活的神 我發現神的話越說越透亮 特別現在李弟兄的文集也出來了 那你弟兄李弟兄文集都還有用語音可以聽的 你在身體裡面你就一直被督促 一直按部就班的追求 然後像一年七次特會 特別像誠心聖言的綱目 所有的真理我都發現可以應用在我的生活中 所以以前我覺得可能講說主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可能還有一點理論 但是藉著這樣子很主觀的去經歷主的話 我就發現主的話常常在我幾乎跌倒的時候 就是那個話幫助我了 讓我能夠再如音展翅上騰 而且好像一切的傷痕那個疤都漸漸消除掉了 實在是話中之水的洗滌 那還有就是這個在 因為有這些供應 所以我們在靈和生命裡面 我們就越來越能夠紮實的隱密的經歷 而且呢也把我們帶到身體的裡面 我們的有禱告 而且禱告也不只為自己小圈圈 會越來越擴大 甚至為著同工 為著主的行動禱告 那也有禱告的同伴 還有當然是禱告的聚會 那所以感謝主 這位又真又活的神一直把我們保守在地方一的立場上 也就是當地的造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器皿 實在是需要我完全的投入 那有很多生命的功課 很多十字架的功課 一定是在當地我才學得到的 那可是這樣子就能讓我們生命能夠長大 那就在很多的關口都知道 主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是為著你的旨意拖住我 讓我不至半疊 能夠繼續的往前 所以實在是想用這個機會更新奉獻 把我們還有我們三個兒女 他們將來的家 他們將來的後代 還有我們所服侍 年輕的弟兄姊妹們 都奉獻給基督與造會 實在求主保守 讓他們都能比我們更往前 直到主回來 感謝主 我覺得這一生非常的蒙福 尤其這個得救 不只得救 還身在這個主的恢復裡面 有這個主恢復的意向 也可以走主恢復的道路 那我要交通的就是說 得救以後就開始過造會生活 我們是在1991年得救的 那時候我們已經31歲了 算是得救的晚 但感謝主蒙神的憐憫啊 我們就一起的過造會生活 那我這個經歷 我先說一個就是說 因為很多要說的 我說幾個事情啊 第一個就是我們 主為什麼把我們帶來美國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得救之後呢 我們在校園服飾嘛 我在學校教書 那李立東就說 我們就是要到校園旁邊 為著校園 後來呢 我在2002年的時候啊 我就算退休了 就是 就從那個學校裡面退休 那是我第一次的退休 然後呢 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自己裡面有一個心願 就說 哇 我工作啊 就是做25年啊 我就要能夠放下工作 然後 全時間服飾 然後到了2004年的時候啊 就是那個新澤西的這個訓練啊 到台灣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等於是我第一次經歷啊 有一個公開的奉獻 OK 好 那我趕快講啊 就是我有一個公開的奉獻 那很特別的啊 我在2002年的時候啊 我就抽籤移民啊 拿到綠卡 那 那就說主要帶我們到美國 可是呢 我們也就也沒有馬上來啊 也就是說我們03年的年底 我們來報到之後啊 我們還是等了 等到了2006年 我們才正式的移民到美國來 可是那時候有一個很清楚的 主的說話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要來的時候啊 年長的弟兄姊妹都捨不得我們走 也就說林弟兄 你可不可以再等兩年啊 再走 但是啊 06年的時候 那個國殤節特會的信息 我們在成星的時候 有一個很清楚的說話 那時候就想到說啊 我們要與這位奮力活動的神合作 然後那個信息裡面就說到啊 即使你在你當地的造會啊 有很好的造會生活 譬如說你造會生活都很好 我們那時候的確是很好啊 我們也工作 那時候我又 02年我退休的時候 我又到了另外一個大學又交了 又去找了一份工作 所以我們等於有三份薪水 就一份退休金 我姊妹一份工作 我一份工作 所以啊 哎呀 什麼都很好 但是啊 主就要我們啊 要有一個了結 要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啊 我們全家就等於到了美國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 即使啊 主說啊 你可以去了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覺得我現在就該走 也是在等候 在這個有主的說話 然後呢 那時候要來美國 到底要來哪裡呢 也是一個問題啊 對我來講 那我的女兒是先來 她比我們早兩年到美國來 她先來念高中 我們來美國不是為了小孩的學業 說實在不是的 然後呢 她來了之後呢 第一年 就是等於05年啊 那因為我 那時候她是跟著一個 我們一個弟兄姊妹啊 住在一起 所以她等於那個弟兄姊妹啊 這個黃弟兄 她要到Riverside 那時候在Uberlinda的弟兄啊 就跟我交通 她說啊 她一直就說 叫我的女兒不要跟著她走 留在Uberlinda 她說你在那邊啊 這個小孩啊 她已經熟悉了 你再給她換一個環境很不好 然後我說 可是我希望到校園附近欸 我希望能夠在校園附近 能夠過大會生活 能夠服侍 她說也沒問題啊 我們那裡Corona也有一個Lasiana水校啊 感謝主啊 我們也就是跟主禱告 後來我女兒還是跟著那個黃弟兄夫婦呢 到了Riverside 所以啊 我們也就後來也就考慮到Riverside 那我們第一年到這個美國來呢 是先去參加壯年班的訓練 所以啊 我們在選擇這個住的地方啊 感謝主 我們也沒有說 我選在安拉漢 我就可以不用通勤啊 不用每天這個上下 這個 我們那時候去參加壯年班也是很辛苦的啊 每天開車要來回 因為家裡還有三個小孩子 等等等等啊 所以感謝主 我覺得還是主的這個啊 來做我們的目標跟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寶貝的 不是以自己為考慮啊 要以主的這個意向做我們的考慮 那後來呢 我再講一件事情就好了啊 就是後來等到我女兒啊 我們也想說Riverside是我們 因為我姊妹一直跟我講 她說啊 美國那麼大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呢 她說Riverside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 她說美國啊 有很多的地方都沒有 有很多的校園 但是也需要開展啊 感謝主 那其中當然還有很多的故事啦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女兒她要去念書 後來她申請到 Berkeley 那時候 我那時候這裡裡面就有一個想法 我女兒去哪裡 我就跟她去哪裡就好了 可是很奇妙的 當她還沒有出來之後呢 哎呀 弟兄們就跟我交通 她說啊 我可不可以留下來配搭服飾 那就知道啦 我不能跟著我女兒去哪裡就去哪裡 所以後來我們也沒去 Berkeley 我們就留在Riverside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主的說話 也有身體的交通 那後來呢 我就配搭這個服飾 就在蚊子上 蚊子的工作上做一些材料的服飾 那是從2010年到現在 我覺得太寶貝了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的學習 怎麼樣在一個 我們講說有三個方面 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人之下來配搭服飾 就是要學習順服 學習怎麼樣來配搭 還有呢 跟同輩 同輩 同輩之間怎麼配搭的服飾 還有一個是跟我們比我們年幼的來配搭服飾 那這三個方面都是不容易的 都是不是很容易的 哎呀 我記得有一次啊 我就覺得說 哎呀 我為什麼 留在這個全時間裡面啊 哎呀 有一次很危難的環境啊 就是 那個環境 感謝主啊 我就參加那個 創世紀的那個解經讀經啊 哎呀 有一句話 就把我這個 我那個時候的狀況就幫我這個復活了 我就讀到這個 講到這個約瑟啊 約瑟不是被放在監牢裡面嗎 他不是一年兩年啊 至少超過十年 就是這樣子啊 又把我帶到復活裡面 所以啊 在這個過程裡面 的確會有艱難 會有環境 但是呢 我們有主的話 我們在身體裡面啊 我們就蒙福了 所以啊 我覺得很寶貝 就是我願意 把我們的這個時間 所以弟兄姊妹 也可以好好規劃 找一點退休 來服侍主 所以我等於是2006年就退休了 然後到現在我覺得很寶貝 因為以前我小孩也跟我講說 你怎麼不去找一個工作啊 對不對 你還年輕啊 可以找個工作啊 但感謝主 我覺得服侍主 服侍主是非常的榮耀 哇 這個太榮耀了 我也願意啊 把我這個 我的時間 我的家 奉獻給基督與照會 讚美主 讚美主 今天我們交通神命定之路 我們翻開這個 冊子的十六頁 神命定之路 昨天啊 我聽到幾個年輕的弟兄在這個餐廳裡面 他們就講明天我們講什麼 講神命定之路 有的知道一點 有的可能剛剛來 還不知道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知道 什麼叫神命定之路 拿一下 照著你的感覺 對 照我的人就能說明 就是神起福的一種心意 神起福的一種心意 神起福的一種心意 然後我們請這個 有所有的聖徒 作為基督身體的活的肢體 進功用 好了 我們就讀到這裡 大家看到這裡 前面第一句話很重要 神所命定 合乎聖經的聚會與釋奉之路 那加一句就是說 有所有的聖徒 作為基督身體活的肢體 進功用 這個就是神命定之路 那我願意昨天借著弟兄的交通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昨天弟兄這個圖畫給我們很多的開啟 這一個核心我們知道是基督 這個就是昨天弟兄講的交通配搭和服飾 那這一些是我們的同伴 講的這一面 那這就是得救的新人 這就是福音朋友 那麼如何傳福音呢 如何走這個神命定之路呢 生養交建嗎 那我們這個人 我們三個就商量商量 那我們就幹嘛 是不是啊 我們學一點 在這個聚會裡面 向其他的弟兄姊妹討教一點經驗 那他們怎麼做呢 我們就回去照著這個來 我們就三個這個 也好像也同心合意呀 也就來吧 我們就做這個 昨天弟兄給我們特別強調 基督是中心 基督為中心 基督為中心 次生命的靈為路線 身體為目標 甚至還不在於說 我們最後要得多少的福音朋友 這個目標是身體為目標 這個一定要看見這個圖畫 要印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對我真的很 很開啟 很印在我們裡面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實際上區別不大 你好像這個校園 也是三個人出去做 那個校園也是三個人出去做 這個區別不大 外面看區別不大 但核心呢 區別大了 你是不是以基督為中心了 我們在奉獻呢 各種奉獻 我們是不是奉獻給基督 奉獻給照會 給他的身體 那弟兄給我們很多很多 這方面的開啟 那也許我們跟基督有連 那有很多這樣說 我們跟基督有連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一個人單幹吧 這個也不是 對不對 我們這個要有這樣的配達 那還要在地方照會的帶領之下 我們也不能有自己的意見和想法 一定要在地方照會的帶領之下 在交通中來配搭 來往前 這是主恢復生機的往前的神命定之路 這個對我們來講 應該把我們印進去 剛才這個文臣弟兄提到一句話 我就這個 就是一個自認為 神與我同在就夠了的人 事實上是攔阻了神 這個也應該印在我們裡面 我們一面是在神裡面生根 一面與神有這個很深的關係 這是一定要有的 一面我們要接受身體 接受弟兄姊妹跟我們的交通 我們也許可以有一些交通 有些建議 但我們不要有意見 這有很大的區別 那我們越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其實越能走生命的路 你越接受身體的交通 你越在生命的路上 也許你經歷了十字架的路 也許你經歷了各種的往前 但是都是在這個裡面 這個就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 那我個人來講 有一件事對我也很有幫助 就是摩西 我下來 就是摩西啊 他被主呼召 主向他寫了三個神機 那這個三個神機 對我來講 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 杖變蛇 對不對 我們天然的這一面 對主來看就是蛇嘛 對不對 這是沒有用的 那只有經過了主 這個蛇 才變成了杖 才能在主手裡有用 這個經過主 是非常非常關鍵 也就是他領頭 他是權柄 他的代理 那我覺得第二個 對我的幫助更大 因為我們就是大麻蜂 我們就是那個麻蜂的人 實際上我們什麼都不是 我們什麼都不能 只有神的幫助 我們才能復原來 對不對 第三個 我們就看見世界 一切隨便 一切都是這個死亡啊 我們所抓夺的 我們都是看見的 我們所說 天天拼的 要的都是這些東西 那我們要什麼呢 這個對我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我就這樣說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快快過一下 那我們一同讀第一大點 Amen 那弟兄讀第一重點 Amen 子妹讀第二重點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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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那我們看到 那我們看到 他所引用的經節呢 是啟示录這二章六節 和二章十五節 那在這裡呢 就是快快的提到 都講到了尼哥拉党 那尼哥拉党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在二章六節 是在以弗所的 第二個是別家謀的 都講到了尼哥拉党的行為 尼哥拉党的教訓 那在註解裡就告訴我們 尼哥拉党就是征服平民 那個意思是尼哥拉党呢 就必定是指一般認為 自己高過一般信徒的人 初期召會的末了 甚至一世紀 尼哥拉党就介入成為 居間階級 破壞神的經論 居間階級被天主教所採用 被更正教所保留 就讓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剛才讀的那兩個 是完全的一個對比 那我希望 因為我沒有時間 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後 畫一個表格 把它兩邊填一填 那源頭是什麼 那中間呢 我就大家大概提一提 那源頭一個是傳統的路 就是天然的 就是靠自己對不對 靠人的那個努力 特點是什麼 就是人的社會 宗教的路 隨從列國的風俗 那結果是什麼 就捆綁並廢除了 基督活肢體的生機功用 扼殺殺死基督的肢體 那另一條活的路是什麼 就是合乎聖經的路 那它的特點是什麼 在人的靈里 餵養人 養育基督的肢體 那它的結果是什麼 那是生命長大 讓我們肢體啊 都能進攻用 並且能建造基督的身體 那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今天 傳福音 家具會 排具會 區具會 都需要人人進攻用 那我們就快快進入第二大典 我們一同讀哈 用操練靈哈 Amen 所以這弟兄 講到這四個方面 我們大家都大概知道 一個是傳福音 對不對 福家排區 這個生養交界 在這一邊就主要講到生養交界 但是別忘了它在每個終點前面 都有四個五個字哈 主渴望恢復 啊 那個是非常重要 那這裡引的經節 是馬太十六章的十八節 我讀一下哈 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照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 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註解 就是註寺 他告訴我們 主建造他的照會 開始於五旬節那天 然而主在這裡的預言 甚至到了二十世紀 還沒有應驗 由背道的羅馬天主教 和更正教各宗派 所組成的基督教國 不是主所建造的照會 這預言是藉著主的恢復 得著應驗 真正照會的建造 是在主恢復裡 才得以完成 這個是我們生養交界的路 感謝主 藉著這份執事 讓我們看見了這個神命定的路 那這個神命定的路的完成呢 達到這個我們至終的結果 就是要得著基督的身體 所以一切像剛剛弟兄講的 都是為著基督的身體 為著新耶路撒冷 所以是以基督為中心 以基督的身體為路線 以新耶路撒冷為目標 這一切都由那次生命的靈來完成 所以感謝主呢 這份的執事何等的寶貝 李弟兄過世的時候 我們全家 那時候我們老三還不到一歲 就全家跟姊妹帶著三個孩子去探訪李師母 那李師母就跟我們講 就是說他一直一個負擔 就是為著李弟兄的身體健康 一直在那裡照顧照顧 他說李弟兄若是只活到七十歲的話 就沒有生命讀金 對 若只活到八十歲就沒有心路 若只活到九十歲就沒有高峰真理 你看他的階段七十八十九十 在九十以上 那李弟兄是整整八十歲的時候 到台灣帶領新路 所以那時候李弟兄回台灣的時候 第一個特會 他就講造會的繁殖與擴增 哇 那個中華體育館萬人大會 好喜樂 那時候一萬人 但現在呢 因著新路的繁增 我們到台北這樣特會 都三萬多人 所以可真是主的祝福在台灣顯出來 後來到了1985年 85年的暑假那一段 剛放大概是那一段 李弟兄就講到福樂的人生 一說要講全省的大專森 全部都一千多人 全部都集中到台北議會所那裡 李弟兄講 我們的人生是福樂的人生 有福又有樂 哇 真的是講到又講到他的夢 他夢到一個夢 看見主恢復的那個是一個康莊大道 要我們真是要成為成城復興 日日得勝 要這樣成為年輕有為的青年人 那時候李弟兄八十歲啊 哇 靈好強啊 他看到在座的都十八十九二十 李弟兄說 你幾歲啊 他說十九歲 你幾歲啊 我二十歲 你幾歲我二十三歲 二十五歲 哇 李弟兄說 你們說我李弟兄幾歲啊 他說我李弟兄不是八十歲 我說十八歲 哇 他的靈品 我個個都年輕 所以李弟兄看到年輕人都是寶貝 他覺得他自己比年輕人還要年輕 哇 直視真是滿了活力 他是一個成成復興 日日得勝的人 他是一個在神面前鮮活 對主滿了經歷的人 後來這個新路帶領下來 就看見 剛剛弟兄所帶我們讀的 就是第三大點 第二大點講 這四點主要就是生 養 教 健 後來就成為所謂的福家牌區 生就是種在福音要把人生出來 養呢就是要用家居會來餵養 那個教呢就是牌 在牌裡面彼此講互相交導 那健呢就在區居會裡面 我們要藉著生言 把自己建造到造會生活裡面 哇 這個真的一開啟之後 我們就看見我們的路就開闊了 當時李東講造會的繁殊於擴增 他那個時候弟兄姊妹 你們一個一年一個人 一個一人 大概超過五個人得救以上的 超過五個人以上舉手 好像沒有看不到 看不到手 當然現在他舉了 他現在有了 我說當時我都沒有 超過四個了好像也沒有 超過三個也沒有 超過兩個有幾個 超過一個好像也沒太多 那時候都沒有什麼人帶 都是這樣的光景 但是自從李東這樣一講之後 哇 新路一實行之後 真的是勢如破竹 這個就變成生養較健 那個新路就是說 人人生養 人人傳福音 各個禁功用 這個李東就把尼托聖弟兄在 在以前李東講的 就是要把列國的封屬要放掉 就是一人講眾人聽 但是那個時候也有一段時間也實行 實行就是說大家都做見證 你見證我見證他見證後 大家都見證 見證一段時間好像都聽過了 都聽過見證後來就不知道怎麼再聚下去了 但是後來尼弟兄還是不放棄這個 他在香港最末了五年的時候 到四八年到五二年那個幾段 他就講到人人要交出來 一千兩要擺出來 所以李弟兄就根據尼弟兄的這個負擔路線 所以他真的是 他生命途徑一講完 八十年十月回台灣 後來就開始研究新路五年 Amen 就是最後就有這個榮耀的榮美的光景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都有事幹 我們大家臨頭活起來 無論在校園在社區 主都祝福我們 我們各個的生機功能 藉著這個神聖啟示 這個新路的 合乎聖經的路的這個看見 我們大家的功用都被啟發了 好喜樂 我們到哪裡去我們都可以生 到哪裡去都可以養都可以叫都可以見 把我們建造到造會生活裡面 所以我們真是求主祝福我們 能夠有這樣的經歷看見 所以當時李弟兄一回來的時候 那個感謝主 藉著余弟兄就把那個人生的奧秘 就是說有這本書出來 當時我們都只有單章 我那時候跟余弟兄講說 我們需要有一本書 後來余弟兄本來要我寫 我說余弟兄你寫 結果我們兩個扯來扯去 最後余弟兄還是寫了一個稿子 後來就把它做出最草創的人生奧秘 那時候我就印了兩千本 我們就大專我們就帶出去開展 我們那個三個禮拜內得救了一千一百位 哇哈利路亞十九個隊 但是我那個隊回到我家鄉開展 我那個隊得最多得到一百三十四位 哇真的是好奇妙 最後第一個受盡的 最後也成為他是我父親的同事 也因著他感謝主我父親也是得救 也很有幫助 所以感謝我們為著人 主就為著我們 這條新路帶領下來 哇真的是榮耀又加很榮耀 早期中立照會開始覺得 李定翁又說 一人要一天講兩節 要倒兩節 後來他們就把它稍微做了一個 草創的這個 這個生命 這個誠意的誠言 後來李定翁就說 李定翁後來知道 就把它弄一個就很正規的 做出現在誠意的誠言 我們藉誠意的誠言 那今天李定翁把這個相調的弟兄們 就調在一起 一連七次有這個神聖起誓 繼續的說話 所以我們這樣一直進入 一直進入 哇我們的照會真是滿了喜樂 滿了榮耀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像剛剛這邊的經節講到 就是說我們都要看見 這個馬太十六章那裡說到 要把照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同時以福所書四章 啟示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體 同時這個彼得前書二章這邊講到 我們要成為祭司的體系 那在使徒行的二十章二十節 我們要挨家挨戶 口拔口一對一的這個 在那裡來生來養來教 讓基督的身體被建造起來 然後羅馬書十五章十六節講到 我們要成為基督耶穌勤奮的祭師 以前舊月是獻祭物 今天我們是獻罪人 求主祝福我們 我覺得實在是太多的東西要講 講不完 但是主是豐豐富富的 我們只要在這條康庄大陸上往前 我們的一生真是滿了榮耀 滿了光明 滿了喜樂 我們能夠成為福源 成為多人的祝福和幫助 成為造會可建造的材料 也把別人帶進這個造會身體的建造裡面 我們弟兄給我們很好的這個 他剛剛提到心路的背景 一直到今天 那我們今天是非常有福的 因為剛才提到李弟兄 他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覺得有這個需要 因為重造會的情形 回到主恢復 他在遠東的根本 在台灣 那你來照著神的話 找出一條路來 這個路呢 我們剛才前面好幾篇信息 已經講過了生命的路 還講過十字架的路 還講過我們這個交通配達建造的路 你會說這個路跟那個路有什麼不同呢 那其實啊 前面也提過都是一條路 但是這一條路 現在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所進入呢 是神命令的路 那這個命令的路呢 特別是關乎我們基督徒聚會和侍奉 所以這個李弟兄就覺得 他裡面非常有負擔 這個造會怎麼走一條實際的路 來建造基督的身體 那就花了從84年一直到89年 就在主的話裡 他講啊 他去遠東 從美國回到遠東啊 是做實驗室 照著這個台灣重造會 一同的進入這樣的路呢 叫我們呢 在神的話裡面呢 找出一條啊 今天我們基督徒呢 應該怎麼聚會 應該怎麼侍奉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聚會呢 跟那個他所花的時間 在神的話裡面 所找出來的很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們注意的話呢 我們在這裡啊 不重在一人講重能聽 當然他聖經裡面有這個 有這個話很清楚的話 就是神把恩賜賜給造會 但是呢 不是這些有恩賜的使徒 神言者 傳福音者 慕倫根教師呢 這些呢 他們就啊 大做他的工作 他們的工作 他們呢 主給的恩賜呢 是為著成全勝出 所以我們這個聚會呢 所以我們呢 在主的恢復裡面呢 我們一連七世的訓練 訓練就是啊 要成全我們 為著是什麼呢 為著職事的工作 這個職事是單數的 換句話呢 這個職事就是一個工作 所以他講為著職事的工作 那這一個職事 這麼多不同的 有恩賜的人啊 他們只有一個工作 那我們這些啊 被成全的呢 也都一同有份於這個工作 就是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所以這個啊 我們如果看清楚的話呢 那我們做的很多的事情呢 都不會啊 失去那個目標 你傳福音的時候呢 你不會就埋進去了 那我這一生就是為著 救罪人 我們必須看見啊 救罪人是為的是什麼呢 是為著 建造基督的身體 我們講在家裡面 我們牧養人 牧養人啊 也不是把每一個人啊 養的這個啊 肥肥胖胖 很健康 不是 那個也是為著 建造基督的身體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看見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把我們這個 小的 我們所有份的 足給我們的這一份呢 變得太大了 我們曉得 我們都是在這個 基督的身體裡 為著基督身體的建造 所以剛才我們弟兄啊 帶我們呢 前面讀的這些第一大點啊 第二大點呢 他都是講到啊 這個神命令的路 或者說啊 照著聖經所啟示 基督徒啊 聚會和服侍的路 侍奉的路 好 剛才講的第一大點啊 李弟兄有一個很強的負擔啊 就是啊 因為他這裡提到啊 列國的風俗 列國的風俗是在舊約嘛 對不對 列國的風俗啊 到新約的應驗的裡面啊 就是今天普遍啊 在這個 這條路啊 我們弟兄啊 花時間在這個神的話裡 和這個實際造會生活的聚會 和事奉一樣 找出來的 是不一樣的 因為列國的風俗啊 我從前接觸了我同學是天主教 天主教就是啊 他就是神父啊 就是整個他就包了 到了這個 馬丁路德登改教 把這個 天主教裡面 只有神父可以讀聖經 那現在聖經打開了 基督徒可以讀聖經 但是呢 有些啊 他那個天主教裡面的 習俗傳統啊 沒有改 繼續了 就是從前是神父 現在是牧師 人家講啊 看病找醫生 找醫師 打官司呢 找律師 禱告呢 找牧師 所以我們有些弟兄姊妹啊 他在醫院裡面 他會 我們弟兄姊妹生病禱告 人家就問 你是不是牧師啊 我們個個都是牧師 其實牧師的原文是什麼呢 牧師的原文就是 Shaker Shaker就是牧人嘛 對不對 所以啊 我想我們這樣有個印象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 今天我們讀這一段 或者進入這一個 它不是一個 就是一篇信息 它是這個 我們一定用花的時間 在神的話裡 在照會生活裡 用重照會 都一通的 有份 走出來的一條路 所以我們今天是非常的有福 我們能夠進入這樣 合乎聖經的聚會和事奉之路 叫我們各個啊 做基督的活肢體 所以這裡講到這個第二點呢 就是講到這個 建造身體的路 那主要的項目啊 我們剛才讀到就是 神就是 雅 教 劍 神就是 就是講 特別是保羅 他講我們今天就是啊 舊約的有祭師 那新約呢 我們也是祭師 我們可能因為祭師已經過 已經過時了嘛 對不對 舊約的事情 但是新約裡面 我們是福音的祭師 福音的祭師呢 舊約是獻牛雅 新約福音的祭師呢 還是 那牛羊呢 就是基督的預表 但是我們今天呢 還是獻得救的罪人 不是罪人喔 在聖靈裡得以聖別 就是啊 他們啊 是基督身體的肢體 我們還是把基督獻上 但是是得救 不再是獻這個牛羊 乃是獻得救的罪人 所以這些就講出啊 這個啊 在這個建造基督身體的路呢 有四項呢 在今天普遍的基督教裡啊 它有很大的缺失 但是呢 借著主 借著我們弟兄呢 把我們帶進啊 這樣這個 啊 這條神命令的路啊 那我很快的 把這個第三大點 我們過一下啊 第三大點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說 命定 建造基督身體的路 還是藉著活力牌進行 唯有君教徒兒 徹底的禱告 才能在活力牌的生機使實行 神命定的路 以建造造會 所以啊 這你特別講到活力牌 活力牌我想大家都有 在這個小牌聚會裡面 我想大部分啊 其實李弟兄講啊 我們基督徒的 造會生活百分之八十 應該是在這個牌聚會的裡面 因為在牌聚會的裡面啊 我們能夠實際的 像這個聚會 我們很難說每一個人 有彼此互相 所以在這牌聚會裡面呢 我們就能夠啊 有這個彼此互相 能夠彼此供應 彼此啊 教導 彼此餵養 在牌聚會的裡面呢 來個聖人啊 大家都可以傳福音 大家都可以把我們呢 煮給我們的那一份 供應出來 所以這個牌聚會呢 應該是我們基督徒聚會 百分之八十 我們把這個下面幾個點 我們過一下啊 第一重點請弟兄讀 子妹第二節 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上 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 何些意志 他們無論求什麼 都必從活在主天之上的父 合著成全 阿們三 阿們三 阿們四 姊妹 對 所以這裡啊 如果你注意的話呢 他這個三處呢 都用了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啊 他有兩處講到這個照會 都是主耶穌講的 其實整個信約呢 這個照會的啟示呢 是從主耶穌 首先在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節 那這個主問彼得說 先是問門徒 你們說我是誰 然後又問彼得 彼得說你是基督 是活神的兒子 那主耶穌馬上就說 我還告訴你 我要把我的照會 建造在這盤石上 那這照會呢 就在那裡啟示出來 但是那一個 在十六章啟示的照會呢 是這個宇宙的照會 然後到了十八章呢 主又提到這個照會 就是我們剛才讀的 讀到三處這裡 如果你注意第一終點 第二終點 第三終點 都提到這個 就是馬太十八章 那裡講的照會呢 主要是講到這個地方實行上 因為他的背景就是說 這個當然彼得問主耶穌啊 我弟兄得罪 我要赦免幾次啊 那主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就講到 如果你弟兄得罪你的話呢 你就去啊 跟他一起 在你和他同在的時候呢 告訴他 目的是啊 為著遮蓋他 不是要暴露他 如果他聽你呢 你就得回了你弟兄 如果他不聽你呢 你就去再去找一兩位 跟他講 憑著兩三個人的口呢 就可以定準 但是如果他再不聽你呢 就去告訴照會 那那個照會呢 就不是一個宇宙的照會 因為你是可以去呢 所以這就是我們啊 非常盼望弟兄姊妹啊 在這一點上啊清楚 就是啊 我們啊 應該都在照會的生活裡 因為這個主耶穌講的嘛 那我們有什麼情形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告訴照會 那為了這一點呢 我就稍微插出去一下 因為我們對這個 大家呢 對這個關於這個 我們在這裡啊 要看見這個意象啊 非常啊 關心 因為啊 在這個主的話裡呢 他講得非常清楚 或許我們讀一下 這個 馬太福音 不是馬太福音 以佛所書 這個是 在神的經論 就是三十一面 我們很快地讀一下 就是第一述的經節 以佛所書三章 三十一面 神的經論 以佛所書三章 九到十一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的經論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的經論 一佛八十一代 今borough的經論 當代之神來的知識 與佛哲人們 以佛所書三章 三十一代 神的經論 作异的永远必取 这几节经节 它是神的经文最清楚的经节 这里有九节 十节 十一节 但是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讲 就是神有一个美意在他里面 这个美意到后来就成为他的意愿 他的will 那这个意愿是什么呢 就是十一节讲到 他这个喜悦 他的意愿 他因着这个 我们很多人 你喜欢的人也好 事也好 你就会想到 一想到你会开心 神也是这样 那神的开心是什么呢 十一节讲到 神开心的事情 他就是他那个 他永远最后要得到 最后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在第十节 我们把这个第十节读一下 就是刚才已经读过了 魏药 魏药那个那你开始 神有个心愿啊 那个心愿啊 就是赵慧 赵慧啊 是神心头上的 他说宝贵 在旧约的时候呢 神对这个人讲啊 你们这个摸以色列人啊 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仁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任何碰以色列人在消极方面呢 他都受了审判 那新约是什么呢 新约就是召会 所以弟兄怎么样 我们要宝贝 我们所在的赵慧 如果从前读这节经 我说 这个赵慧是 是一个过渡的时候 因为永世是 金耶路撒冷 但是在神的话里讲啊 他所立的永远的 定职 是什么呢 是赵慧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啊 就要宝贝 我们所在的赵慧 也不要讲任何消极的话 因为啊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呢 我姊妹虽然有很多缺点的话呢 你讲他不好啊 我是不喜欢听话 我想我们小孩子也这样嘛 小孩子你想 明明是 哎呀好可爱啊 好美丽 这父亲就很高兴 但是呢 这个丈夫妻子都是一样啊 所以大家 所以我们对这个赵慧呢 就是神永远的定职 我们大家要看重 那最后呢 第九节就讲到 将它历世历代 隐藏在 创造万有 是神里的奥秘 有何等的经伦 这个经伦呢 就是把神永远的定职 把赵慧呢 实行出来 那今天这个 我们读了这个 好我们回头就讲 神命令之路 神命令之路呢 就是让神啊 得到他的赵慧 得到他的心爱 这我怕我们大家 都有这个 很深的印象 我最后就提一下 这活力牌 其实有 里面我花很多时间 讲活力牌 但是感谢主啊 我们弟兄在这一段的里面 特别讲到祷告 祷告呢 这个活力牌呢 它的重不是在牌 我们也有小牌啊 或者写哪些啊 它是重在活力 活第一 活还有力 所以我们要活 这个是第一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路呢 基督说上的路呢 第一是生命的路 然后呢 这个要活力牌呢 就是不但要活 还要有活动 是活动的 是成功神旨意 所以这里我们刚才 我们讲过这个 祷告 有三类嘛 对不对 第一类是什么 个人的 然后呢 同伴 同伴的 然后呢 在这个上下路里面 它是重在 重在哪一样 同伴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你如果读马太十八章那里 它就讲到啊 主用的例子呢 它是用两三个人 一个人受 两个人 一个得罪了 一个受得罪了 或者一个 这一个人得罪他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一个人受得罪了呢 他找另外一个人 现在几个人 三个人 去跟他讲 他们把他得回来 就变成三个人 到后来呢 或者他说 或者找一个或者两个 那后来呢 他就讲到 你们有两三个 有两个人 在地上 在所祷告的事上 和谐一致 凡你们所求的 富必要成就 所以这两三个人 很要紧 弟兄姊妹 他也讲到 我们两三个人呢 就祷告就强 然后这个强呢 一方面是这个 祷告就强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能够维持 我们祷告的生活 所以我盼望大家 我们都有祷告的同伴 祷告的同伴呢 就是在主讲到 地方造会的时候 他特别提出来 那也就是关于 怎么这个牌会有活力呢 那就需要我们祷告 另外一点 他提到的 我提一下就是讲到 他说我们要这个 连于基督天上的指使 所以这个祷告 不是我们 虎巴巴的 或者饿着肚子祷告 主不要我们 最好我们吃得饱饱的 所以这个 这个帐幕里面呢 这个金香坛是讲到祷告 金香坛之前呢 就讲到橙色顶的桌子 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 天天享受 这个蜀天 基督天上的指使 他的传书 那我们跟同伴的一起 享受这个 陈兴圣言也好 读经也祷告也好 其他的读经也好 或者指使书报 他这个就叫我们 一边吃饱 那我们祷告 就满了活力 特别是当你想受 比如说诚心圣言的时候 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不要用你天然的指示 这个弟兄好可怜 这个弟兄需要 这样 你就照着诚心圣言 你祷告过的 他那个思想 你还祷告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个祷告 是满了活力 那个祷告是通天的祷告 因为你有天上 基督属天的知识 供应我们 所以我就这样 讲一下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大家 一方面是需要祷告小主 但是不要只是 来了为事情祷告 来了 先享受基督属天的 天上的知识 把一些的供应 功夫赐给我们 那我们就能够 在小组的里面 能够让主的旨意 让我们传福音也好 牧养人也好 都能够有路 所以我们把最后一点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就结束 神命令之路 必须成为我们今天的负担 神命令之路 乃是主今天 在他的恢复中 在众赵会里的带领 我们不该把这事当成 只是李立兄的负担 反之我们都得改观念 接受这样的负担 成为我们的负担 好 感谢主 这里就讲到 这个负担 应该成为我们的负担 其实就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负担 也就是在赵会生活里 我们进攻用 侍奉的负担 感谢主